快樂樂的出門,平平安安的回家 新車士提醒您,年關將至,酒後請勿開則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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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葉晶彪 Toyota Wish這款車型自從在台灣國產上市以來 直至上個月,2014年11月為止 已經銷售出16萬台的家機 那這次12月呢,他又做了一次的小改款 三個重點 第一個呢,是由車系的四個編程的車款 改成三個車款 雅致、經典、豪華以及尊爵型呢 其中雅致型取消了,經典款保留 那另外呢,豪華跟尊爵版呢 又多了一個所謂的豪華智慧型 以及尊爵智慧型的版本 那這個版本最主要就是把Pad 結合在中控台上面 用4G的方式聯網 來做一個全方位的資訊提供 那另外呢,在尊爵智慧型的部分呢 還增加了Monotone黑白套色的一個特別式樣車 那它的表現如何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2015年款的WISH 在外觀上呢,沒什麼大的變動 值得一提的,是尊爵智慧型款 把LED日行燈列為標準配備 此外,尾燈跟第三煞車燈為LED燈具 後尾燈外側還有空力穩定期的設計 尊爵與豪華智慧型鋁圈呢 是採用16吋的黑銀雙色設計 今年款則是維持15吋的配置 WISH 的內裝呢 基本上沒有什麼更動 主要是在中控台上面 跟PED結合的這個系統 那它的功能我們等一下再一一介紹 我們今天試駕這款車是 尊爵智慧型版本 它有可以選配Monotone黑白配色 所以我們看到中控台上面的兩側 用白色的鋼琴烤漆 搭配黑色的鋼琴烤漆 門飾板以及座椅的皮革 也都採用黑白配Monotone的方式 這個式樣現在目前在日本還滿流行的 那等於是同步導進 方向盤尊爵型跟豪華型呢 是正皮包覆的 握感還不錯 有防滑的效果 座椅的部分呢 才手動調整 這個部分我不得不說一下 原本上一代的尊爵型 價值說是電動發向調整 那在一些配備提升之後呢 當然就某些配備就會被洗腎掉 那它的置物空間呢 手套箱 前面上面還有一個放一些零碎小東西的置物空間 中央服務手呢感覺上有點小 不過因為排檔桿是設計在中後台上面 所以離排檔桿也很近 那在方向盤上面呢 原本右邊的Trip旅程電腦的一個控制按鍵呢取消了 那只留下左邊音響的控制鍵 那在方向盤的下方呢 它就有一個定速尋常裝置的孔建 整體質感來說因為在MOMOTONE的配色上面來講 感覺上有比較年輕化的感受 覺得看起來質感是有相當程度的一個提升 此次的改管大重點 就在於豪華與尊傑板優惠升級價值7萬元的智慧型系統 所謂的智慧型是在原有觸控音響主機之外 以NFC配對及無線充電的方式 外加了一台ASUS的平板電腦 核帶機車提供了4G赤道寶聯網及 KKBOX和哈密TV娛樂影音一年的免費 而CARMODE的專屬APP程式還提供了 愛車秘書、雲端服務、雙導航系統等便利服務 而7寸的Nexus 7平板電腦隨時可以取下當作個人使用 原觸控音響主機還是有收音機、藍牙音樂、藍牙通話 及USB、Auxiliary In的基本功能 WISH的軸距是2750mm 介於中型房車跟大型房車之間的一個軸距 那我想很多問獎會採用作為身材工具 一定有它的道理存在 首先是這個 座椅可以用四六分離方式來做前後調整 那調到最後的位置呢 發現這個幾乎來講 做一米九的人都不會覺得局促 頭部空間也相當的大 那它的中央扶手呢 必須要上拉 但是感覺上位置有點高 而且體積也大了一點 另外呢 後座沒有出風口 但是有一個自飛架 上方它有一個類似循環扇的一個功能 可以讓前方的冷氣經過這個循環扇 能夠讓後面的冷盲效果更好 門內的飾板呢也是2-tone的一個設計 把後座椅墊往前調 調到剩下不到一個全頭空間的時候 第三排座椅就可以坐得下成人 作為七人座的家庭房車 那當然如果家裡有兒童的話 還有ISOFIX的一個安全座椅的鎖扣 以及Ledge規格的鎖扣 如果兩個都使用上的話 那這個安全座椅的固定就萬無一失了 那它的地板相當平整 而且它的椅墊不會很高 沒有高速很多 所以坐在中間還蠻舒服的 第三排座椅的進入呢 其實也蠻方便的 當第二排座椅調到 以我1米7的身高 一個合適的距離的時候 坐在第三排 西部空間還有 頭部空間也差不多還有一個拳頭距離 所以算起來 它可以算是一個蠻FALL SIZE的七人座 WISH會廣為問獎所採用的最大因素 應該就是後座超大又彈性的利用空間 在第三排座椅傾倒後 放下三件大行李 絕對不成問題 第二排座椅可以四六分離傾倒 提供更多的置物空間 後兩排座椅都傾倒之後 可以放進入衝浪板之類超長的物品 空間利用相當靈活 後座椅要 第二排座椅要全倒的時候 必須要先把椅電拉開 然後傾倒在前方 然後這樣椅背就可以很平坦的 跟第三排座椅做一個很 非常平坦的一個放置放行李的空間 WISH所使用的動力呢 是3ZR FE直列四七缸的雙突輪走引擎 它有雙連續的可變氣門正式控制系統 以及ACEIS可變間機系統 排機量是1987cc 它最大馬力是146匹 在6200轉的時候可以產生 而最大扭力是49.1公斤米 在3600cc可以產生 在2013年呢 從四速自排改變成 Super CVTi無段變速系統 附了模擬七速的序列四手自排 在動力方面呢 數據應該可以算是相當出色 但是車重呢高達1425公斤 因此在急劇加速的時候 就稍微有點力不從心 不過呢在搭配的CVT之後 油耗測試值提高到了 16.3公升每公里的一個數值 達到了第一級的能源效率等級 WISH這款車看起來呢 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 就是中規中矩 因為它沒有很強的動力 所以0到100加速呢 要12.56秒左右 加速kickdown的反應也稍微慢了一點 但是作為家庭房車的虛型 還是重 因為它的底盤設定比較接近 大型房車舒適的水準 所以呢 比如說它沒有精準的操控 強大的動力 我想這都不是 駕定房車考量的重點 不過它前方式也非常開闊 在行駛中 駕駛的壓力就小了很多 它的懸吊就是偏向舒適的調教 如果能選用滾動噪音 比較低的輪胎 在高速行駛的舒適性 就會增加不少 總結來說 它就是一部適合全家人出遊的 家庭房車 雖然WISH這款車已經行之有年了 但是也因為它的產品力 所以能夠達到 有16萬台的一個銷售量 一部七人座的家庭轎來說 它的空間 它的行路舒適性 確實滿足了大多數家庭的需求 美中不足的是 它的安全氣囊只有兩個 如果能夠增加側邊的安全氣囊 以及蓮木式安全氣囊 那我想它會更完美 不過它在主動安全性方面呢 包括ABS、EBD、BAS、BOS 這些系統都有 再加上BSC以及TRC 以整體的CP值來說 我會給它4顆星79分的評價 新車士 我是彪哥 我們下回見 按摩 嘗嘗 分享 是的 改成 我真是 嘗嘗 嘗嘗